好來我們現在看一下消防署給我們的建議 日本311超級大地震所造成的慘重災情引起了局勢的矚目與震驚 同樣位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著台灣地震也相當頻繁 上個世紀死亡超過千人的強烈地震就有三起 而我現在身旁的景象正是921大地震過後的斷源殘壁 也是我們國人共同的傷痛記憶 因此如何加強地震防袋的整備與應變能力 已經成為大家必須重視跟熟悉的課題 由於地震發生時的情境非常複雜 需要因時因地而有不同的應變方式 而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保護頭部跟身體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了解跟學習 當地震發生時在各種常見情境下的避難逃生要領 狀況一 在駐宅公寓裡 當地震發生時應大聲提醒周遭人員保護自身安全 立即關閉使用中的火源 已控制火災發生 因隨手利用軟電保護頭部 趕緊躲在堅固的柱子下 或以此姿勢 躲在柱子或牆角旁 並要遠離窗戶 玻璃 吊燈等危險墜落物 以及巨大的家具 土柜 以免搖晃倒塌造成傷害 如果正在床上 要迅速以低姿勢躲避在桌子底下或柱子旁 同時注意避免被吊落物砸傷 地震發生時 應先以救地避難保護身體為原則 當感受到地震強烈 且書櫃家具明顯未移 或發現住宅墻壁產生均裂時 應盡可能逃出室外避難疏散 逃生避難時 應攜帶平時就已經準備好的緊急避難裝備 並穿着鞋子 以避免被碎裂玻璃或監裂物品刺傷 不可使用便梯逃生 以免樓梯收散避難 以免因便梯故障而受困 逃生時 家人或同事最好結伴同行 互相關係扶持 不要推擠涌向出入口 依序逃生才能快速疏散 避免受傷 應應協助老弱不如及行動不便者 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 狀況二 在學校 地震發生時 學生應聽從老師指示 保持鎮定不要慌張 立即保護頭部躲在桌子下 若客桌太小 則可躲在肩戶的柱子邊或客桌旁的走道 保持低姿勢 並以書包保護頭部 同時應注意燈具 門窗及家具的掉落與翻倒 地震燒停時 立即向外避難逃生 逃生時 學生應依照老師指示 不推擠 不喧嘩 不慌張 技術以平時演練的緊急避難疏散路線 到達安全避難地點 所以學校要做防災練習 全體同學應安靜蹲下 各班導師應立即進行點 至少每位同學 皆已至安全避點 並安撫學生的情緒 校方便馬上進行校園安全檢查 發現有梁柱光落或物品掉落的地方 應進行封鎖 等校園安全檢查無餘 再讓學生進教室上課 平時幼稚園應經常辦理避難演練 等地震發生時 幼稚園老師及小朋友 應立即以平時演練 以手抱頭蹲在桌子上 他們做的是對的 蹲下眼窩穩住 他們做的是對的 等地震燒停時 老師應迅速帶領小朋友 穿著鞋子 不慌張推擠的前往空地集合 並有老師點名 令建議各校可以教育部規範製作防災頭套 並以顏色區分分別 以立老師能更容易顧及搬上各個小朋友 狀況三 在電梯裡 當感覺搖晃時 應立刻按壓各樓層按鈕 並靠近電梯內側 以低姿勢保護頭部 就地避難 待電梯門打開後 隨即離開逃生 如果電梯門不開 應立刻按剪輯開關 呼救求員 並保持鎮定待救 狀況四 在土塊措或鑽造屋子裡 土塊措及鑽造屋的耐震性能較差 遇到地震時 應盡速避難到屋外安全的地方 狀況五 在室外建築物旁的人行道 地震發生時 不要慌亂往車道逃生 一定要被來車撞到 若所處位置 緊鄰公寓或大樓 應注意上方有招牌 冷氣氛 污瓦 汽車等重落物 並應小心爆裂的玻璃碎片 若所處位置緊鄰大樓 可靠墻或柱子旁 以低姿勢躲避 記得要避開招牌 玻璃圍墓 及建築中的危險工地 必要時 應遠離建築物到空空處避難 是較佳的選擇 狀況六 開車中 行車時 若在大樓臨地的街道上 遇到地震 應先減速靠邊停車 躲在車上 停車時 並要注意上方 是否有電線 招牌 鑽瓦 玻璃圍墓的可能性用 同時 通過收音機 正確掌握相關資訊 狀況七 在百貨公司 電影院 地震時 若在百貨公司 應迅速遠離貨架除櫃 等柱子邊或肩部的牆角 以低姿勢避難 不可搭乘電梯 不可搭乘電梯 應遵從相關人員的指揮行動 依序逃生 不要荒嫩地推擠到逃身口或階梯 便應注意掉落物及玻璃碎片 如果在電影院演藝廳遇到地震時 便能在座位下保護頭部 避免避難 當搖晃停止時 應聽同工作人員引導指示 依序離開 狀況八 在地下街 地震發生時 應保持鎮定 立即避免避難 當地震燒停時 應遵循服務人員指示 依序逃生 切莫慌亂推擠 也不可使用電梯 即使停電 也可沿著出口指示標示 走到出口 狀況九 在地鐵、捷運或車站內 在車站內遇到地震時 應立即保護頭部 近地避難 當搖晃停止時 應依照站位人員指示 依序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地震時 若在月台邊 應迅速遠離月台 趕緊躲到牆邊 經過柱子旁避難 並留意天花板掉落物 在地震傷心時 應遵從債務人員的指示 或慌亂推擠 應續逃生 轉向時 在停車場 若在停車場遇到地震時 應靠邊熄火 先待在車內就地避難 以免車輛 因滑動位移而擠壓受傷 若是在地下停車場 等地震燒停時 應立即下車往地面層疏散 狀況十一 在海邊 地震發生後 應盡可能離開海岸線 若發現突然有明顯的大量退潮 或遠方好像有白色浪漠湧來等異常現象時 應立即往高 那表示有海嘯 南亞大海嘯的時候 就有學生記得老師將會這件事情 然後發出警告 救了不少人 老師就的話要聽 老師就的話要聽 那個突然之間大量的退後 那個表示可能會有 有海嘯要來 不避難 其他注意事項 平時應被託緊急避難包 並放置於家中 及工作場所隨手可拿到的地方 緊急避難包內的必需品 應包括 玉寒衣物 內衣褲 小毛毯 輕便型雨衣 毛巾 礦泉水 乾糧 正藥證件影本 若干現金 安全帽 粗眠手套 哨子 銳石刀 急救用品 常用藥 面紙 口罩 暖暖包 手電筒 收音機 電池 文具用品 及備備鑰匙 由小孩的家庭 便應準備奶粉 奶瓶及紙尿褲 所有必需品 應隨時檢查更新 至少每半年一次 全家人 因共同召開 防災會議 討論 地震發生時的集合地點 逃生路線 及家人的聯絡方式等 並熟悉 逃生路線 和地面場所所在位置 當災害發生時 即依規劃路線 不慌張 不推擠的依序逃生 家中平時 即因預想 當地震時 應躲在哪裡較安全 及如何逃生等 且經常演練 另外 還要注意自己 住宅的結構安全 以加強家具 橱櫃 以及 所謂的固定 以防止地震時翻譯 很少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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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緊急救災通信 能夠保持通常 隨時收聽最新災情報道 掌握正確資訊 切勿道聽途說造成恐慌 記得檢查水電瓦斯管線 如有損壞 應馬上請人修理 電震後 並應檢查房屋的牆壁或糧柱 是否有明顯裂痕 若有損壞 切勿逗留室內 應請專家鑑定 由於地震發生時 我們所面臨的各種情況 非常複雜 整個避難疏散過程 也可能充滿許多不確定性 因此 各種正確的操作方式 不容易細膩到 時序固定 細節固定的標準 但是正確的操作程序 在普遍的情境下 雷南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尤其地震發生時毫無預警 在緊急操作時 能有所依循 才能鎮定因應 做出最好的應變行動 情煉防災 迅速應變 讓我們做好最充分的準備 將地震所帶來的災害 降至最低 謝謝您的觀賞 祝福大家 有所依靠的掩蔽 生命三角說 停車場 要你躲在車子的旁邊 剛才影片說 要你在車子裡面 因為地震有 左右搖跟上下搖 他如果左右搖很兇 你躲到車的旁邊 你可能會被車撞到 或是被他擠扁 所以他才會叫你躲到車子裡面 然後注意 那扎下來怎麼辦 所以我剛剛跟你講 你必須要 看當時的狀況 迅速決定 你是躲到車子的旁邊 安全一點 還是躲在車子裡面 安全一點 因為不可能 用一個標準 解決所有的問題 講義上面 有 病難措施的一些圖片 以及那個緊急病難包的說明 請各位參考 以上就跟各位講 如果敵人來的時候 應該採取什麼樣措施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OK